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标的大小写规则跟主要标题是一样的 旗刊标题结束之后继续协体斗点 控格 第几卷 协体结束 没有空格 这是个陷阱 没有空格 括号 第几旗 括号 逗点 空格 下一个是页码范围 第几页到第几页 中间是用范围号 如果是一样的百位数的话 第二个数字百位数可以省略 据点 最后如果你是网络上找到资料的话 空格 然后加网址 网址后面不要据点 好 我们来考验一下你们的那个对细节的注意力 这八项 每一项都有一个问题 你们有看出来吗 第一项问题是什么 有人看到吗 在这里 他名字缩写之间没有加空格 第二个问题在哪里 有人注意到吗 没错 年份后面括号结束之后要再加一个据点 主要项目之间都是用据点隔开 然后第三个问题在哪 没错 文章本身的标题大小写不是每一个字大写 它是按句子的大小写规定 所以第一个字而已 第四个呢 没错 因为还是文章标题 所以副标题的大小写规定跟主要标题是一样的 很好 第五个 你是说那个期刊名称是不是 写题的那个 期刊名称 没错 期刊名称的大小写是标题大小写法 名词 动词 形容之负词 下一个 写题 哪边的写题 数字的写题 你是说这个是不是 第几卷要继续用写题 那个逗号跟卷数要继续用写题 没错 那个逗点有没有写题 那个差别看得出来吗 有 那个逗点写不写长得不一样哦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页反应特别慢 OK 好 第七个问题是哪 如果你最后交上来的文章也是觉得没问题的话 你到时候分数就知道了 仔细定进一看 那个杠 你是说叶吗 这边是不是 没错 它这边用的是连结号 但正确的应该是范围号 稍微长一点 很好 好 最后一个问题在哪 很好 眼睛非常ready 王子后面不应该有句号 很好 好 那就是希望你们在写的时候没有办法上下比对 还是可以写对 好 说到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记得多少 请拿出一张纸 或是拿出可以输入文字的 就是手机平板之类的 这篇文章正确的应用格是怎么写 好 我念给你们听 last name initials 就是那个第一个字母 and 符号 last name initials year article title 文章名称 journal title 期刊名称 volume 第几卷 issue 第几期 page and page and link 连结 连结不用抄了 到时候网络上资源 你一定都是画起来复制贴上 但是其他请写出来 三分三十秒够吗 三分三十秒够吗 好 三分二十八秒 有点困难 那个你会不要往前坐 或是上teams来看 放大一点 等一下我好像可以稍等一下 桌子十二十块 给我放到哪里 哪边 哪边 上面这句 对 这边应该会比较快 对 把这个就是资讯全部补进去 把这个就是资讯全部补进去 写出他的引用条目 收拾来 音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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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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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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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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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